显信这个人会不会用西班牙语呢 这是南美洲除了巴西以外 巴西用的是Portuguese Portuguese是葡萄牙语 除了巴西以外 其余的国家像什么智利了 阿根廷了 委内瑞拉了 什么阿瓜多尔了 包括中美洲的 从墨西哥往南 还有一个名称叫拉丁美洲 或者和他有重叠 重叠有中美洲南美洲 他们的语言就是Spanish 西班牙语 所以有的时候在你和别人交谈的时候 有的是需要有一些基础的知识 那你可以理解他如果用英语写信 那对方估计也是英语是第二语言 第二语言 好了这句子稍微长了一点 I'm writing to I'm writing to 我在给谁写 写给谁呢 a friend of mine a friend of mine 这是一个词组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in South America in South America 表示一个地点的位置的南美洲 好下面一句 这个呢是是很有用的一个说法 叫by the way by the way 他给翻成那么 不完全是那么 by the way呢 通常我们的理解就是顺便 顺道顺路 顺道 顺路 而这个呢是英语的表达上的不同 不同 中国人呢喜欢用这个 door 用门 用门 中国办什么事呢 你说没门 没门 是走不通的 没门 或者什么走后门之类的 是吧 中国人喜欢用门 用门这个来当做一个门路 门路 但是英语里面不用门 他用的是为 为 他用的是路 路 比如说 by the way by the way 如果翻译成中文呢 严格的讲就是顺道 顺道 就当我问你 一件事情 当我和你谈论了一个主要的话题之外 你可以问 by the way by the way 你说顺道 我再问你一个别的问题 by the way 顺道 顺路 顺路 如果他说不可能呢 不可能就叫 no way no way 就没有路的 中文说没有门 他说是没有路的 没有路了 他用的是no way 就是这个词 W-A-Y no way 好 这个句子是前半句 所以呢 by the way 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短语 短语 他的意思就是当 顺便 顺便 顺道 都可以 好 下半句 who are you waiting for who are you waiting for 注意后面那个短语 wait for wait for wait呢 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所以后面呢 一定要加上借词 加上for 不及物嘛 后面要跟借词 wait for wait for 这样呢 等于是动词短语 放在一起记的 wait for 回答呢 I'm not waiting for anybody I'm not waiting for anybody 好 这个呢 not 注意他的位置 否定 是在细动词 和实意动词 中间 中间 这个和法语 好像有点相似 像 neba neba 否定 否定的这个 大约的位置 I'm not waiting for anybody 好 你一看到 你就知道了 oh 原来 wait for 是固定的 是固定的 是捆绑在一起的 叫一起用的 你不能 你说 I'm not with anybody 对不对呢 对方能听懂 但是这个句子呢 缺少了一个for for 所以有的时候 语法呢 点到为止 但是大家呢 一定要把这个完整的句子来记住 记住 而这一课当中有一些很重要的特征 一个呢 这一课是在明显的是在讲 现在进行时 动词的现在进行时 好 我们来看一下注释 下面的注释 他就提到了这个动词的时态 What time are you coming back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呀 现在进行时表明 现在这个时期正在进行的活动 或正在发生的一个动作都可以 叫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做什么呀 He is writing a novel Novel可能是一个生词 Novel呢 是小说 他正在写一本小说 Novel Novel 下面一个 When are you going to Peking Peking 这个词呢 是一个老词 老词 这个老词应该追溯可能是到 至少是49年以前的 至少是49年以前 过去呢 拼音 他们的拼音 把北京呢 就给拼成了Peking Peking 包括这个北京大学 它名字呢 还是沿用的这个老的这个写法 当然你可以叫拼音 叫北京 叫北京 没有问题 这个的也是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由中国的很多的地名 都是用拼音 拼音 比如说上海 上海 上海 就是拼音 北京呢 你可以说 Peking Go to Beijing 可以 但是特定的 比如说北京大学 当时我们穿的那个 那个汉衫 那个那个 印着校名的 就是Peking University 按照原来的 原来的这个 很老的这个叫法了 Are you coming tomorrow? 你明天要来吗? 明天 I'm living the day after tomorrow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示方式 后天 后天 后天呢 没有一个固定的单词 后天呢 叫明天的后一天 就变成了后天了 这是英语里面的词汇 叫后天 明天叫tomorrow 明天 tomorrow 后天呢 就是the day after tomorrow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就是比明天再晚一天的那一天 所以这么一笔呢 中文还是比较准确的 中文的准确 明天 后天 都有固定的单词 但是英语里面没有后天这个词 叫 比后天晚一天的那一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你就把这个呢 画在一起 这四个单词 放在一起 加注呢 你就加 后天 这就叫后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好了 下面一个呢 是be going to be going to be going to呢 是英语里面的一个 重要的句型 句型 这个going to呢 其实是用了一个现在进行时的结构 表示将要做的事情 这个要注意 be going to be going to 用现在进行时的结构 表明了 表示的是将要做的 将要发生的 这么一个事情 一个动作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it 你将怎么样做呢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be going to 当你听到be going to的时候呢 就是将要做 通常是 带有了一定的计划 叫be going to 不是那种 叫什么 说走就走的那种 突然 头脑一热 就要出去旅行了 不是那一类的 be going to呢 都是自己计划好了 将要做的事情 好 下面一页 下面一页呢 也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解释 就是come 和go come 和go 就像英语里面有人教顺口溜 最开头最开头的了 嗯 就是点头yes 有头no 是吧 来是come 去是go 都还挺押韵的 来是come come就是过来 朝着你 你这个方向过来 go呢 是离开 离开 好了 这个呢 是讲到了一个 如果这个go和going to go 或者going to come 这个时候呢 就直接换用了 就是换用了 换用成了什么呢 换用成了现在进行时 表示即将发生的动作 比如说 he is coming by bus he is coming by bus 他将乘公共汽车过来 将乘公共汽车过来 he is coming by bus we are going now we are going now 我们现在就要走了 我们现在就要离开了 we are going now 表面上看呢 是一个进行时态 但是呢 是一个实际上表明的是 将要发生的动作 好 这个就提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回来 我们领读一下 领读一下 然后随后我再把 发音 录好的发音呢 再发到我们的群里面 最后再留出一些时间 给大家 提问题啊 交流啊 对 还是领读呢 就可以读得慢一点 大家都张嘴练一练 张嘴练一练这个发音 这一课的重点再说一遍呢 就是动词的现在进行时 现在进行时 正在发生的事情 好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I'm 好 注意这个读法 I'm 就带过去了 不是那种 I am I am No 不要读得这么 这么这么清楚 这么用力 I'm 好像一口气就吸进去了 那种感觉 一带而过 I'm reading a book I'm Reading a book 这个 A的音呢 要弱读 不要 I'm reading a book No 这不对了 这个就是 读得太清晰 太清晰 慢慢来 I'm reading a book I'm reading a book 你的重音应该读在 book Reading a book 要有侧重 好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听到重音了吗 重读的这个单词是 doing 你在做什么呀 I'm reading a book I'm reading a book 我在读 一本书 好 Wh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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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Friend Doing What's Your Friend Doing He's Studying He's Listen He's Studying He's Listen 他正在学习他的功课 I'm not doing anything right now right now 对了 注意 有些音呢 要发音到位 发音到位 不要呢 匆匆而过 不要匆匆而过 right now right now 对吧 right now now 你要体会这个音的这么一个过程 I'm not doing anything right now 就一个 now 体会这个发音 不是 Do you know anything right now 不是那种小学生读课文 没有一种 表达 表达 I'm not doing anything right now 体会一下发音 体会一下这个发音 好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 注意中间的停顿 注意一个句子当中的停顿 还好这些句子都不是特别长 所以呢也不需要那种 憋着气的一口气 是非要把它读出来那种样的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h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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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家 回家了 要回家去 还不是到家 回家去 What time are you coming back What time are you coming back I'm not sure What time I'm coming back 这个句子如果长呢 你就记住一个 I'm not sure I'm not sure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sure 是一个重要的词 一定要记住 并且一定要记住这个说 I'm not sure I'm not sure 我不肯定 如果回家 如果回答提问这个 What time are you coming back What time are you coming back 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I'm not sure 就可以了 I'm not sure 我不肯定 不肯定 或者如果你在想简化呢 你就是not sure not sure 不肯定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 你在想什么呀 I'm thinking about my lesson I'm thinking about my lesson 正在想我的功课呢 Who are you writing to Who are you writing to 好了 这个呢 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会多了一个to呢 是吧 这个192句和194句是一样的 在这儿呢 写信 write to 然后wait for 是放在一块用的 就是不急不动词 放在一块用的 好 193句 I'm writing to a friend of mine in South America 好 注意这个句子 我给它分成了三部分 三部分 I'm writing to to a friend of mine a friend of mine in South America 你就读起来呢 很有节奏感 从容不迫的 不用急得很快地 给它读完 I'm writing to a friend of mine a friend of mine in South America 注意中间 都用了两个声调 声调 这个英语呢 也很简单 就是在你句子 没说完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用声调 对方一听 哦 你用的声调 那后面还没讲完呢 我要等着你 等着你把话说完 I'm writing to a friend of mine in South America 那个 最后 降调 降下来 知道你这句话呢 讲完了 I'm writing to a friend of mine in South America 好 下面一句 非常重要的一句 就是by the way by the way 顺便 顺便 翻译中文可以用 顺便 顺道 by the way who are you waiting for who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谁呢 是吧 所以这个by the way 可以用在 其他的场合 就先把这个 短语 把它 记住 单独的记住 by the way by the way 好 最后一句 I'm not waiting for I'm not waiting for anybody I'm not waiting for anybody 好了 有最后一个语言点 给大家讲一下 是一百八十五句 和一百九十五句 出现的 anything anybody 我会在微信群里面 敲一下 anything 还有一个是 anything anybody 这两个词呢 都是合成词 都是any 加上same any 加body 为什么要提他呢 这两个呢 通常是用在 否定句 或者是疑问句 当中 用这个 如果是在肯定句呢 肯定句就要用成 something somebody 好了 这是还是稍微稍微的 稍带着讲一点语法 但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呢 还是要让大家记住完整的句子 你只有记住了完整的句子 你才敢去说 才能完整的表达你的 想说的这个意思 否则的话 光背单词 光讲语法呢 自己造句子会有难度 这就是传统的 中国式的 教英语的 这种存在的问题 等出了国了 才会发现 哎 怎么我背了单词 我那些知识 倒是明白 但是我 这个句子就说不出来 说不出完整的句子 好 我再把发音的 看看发到我们的群里面 因为读音呢 我这个时间尽量控制的 大约是一分钟 可能有的时候会 语速可能会快了一点 但是你读的时候呢 可以把它拆分开 就像193句那个样 给它拆分开 读出它的一个节奏来 就可以了 好 我是用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微信号 发进去的 行 还剩下一些时间 我们是不是 金刚老师 是不是要分享一下 二维码 还是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问 都可以的 这样我们可以 及时的交流一下 或者在微信里面留言 或者是在 在这个chat 这个留言板里面 留言 也可以 或者有人举手 都可以 没有群啊 没有群 能链接在这儿吗 对 那个我的那个发音 也已经发到群里了 所以最好是大家都进到群里面 说说 老师的问题 对 没看到有谁 老师 我有个问题 对 我有个问题 刚才你推荐的那个英语 那个词典 我用一下 现在我想把它下载下来 不用下载 你不用下载 那它就是一个它的网站 你只要有WiFi 随时都可以用 并且是免费的 那网站就是 我得每次要用的时候 我得去专门 你只要点击那个网站进去 对的 哦 点击那个网站 那网站我得到你那个 不用不用 你可以把它拼写记下来 回家用电脑啊 随便一个电脑啊 别人的电脑啊 哪怕图书馆的电脑啊 都可以 你把它输进去 就叫 那个那个词很长 叫 Dictionary Dictionary 中文意思就是字典 它其实就是 www.z典.com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线上的字典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我每一次要查的话 我就要 输入这个 你就上网去了 上网输进单词 给它查出来就可以 然后呢 可以稍带着点击它的发音 它就会给你把那个单词的音 给你读出来 其实是挺方便的 可能唯一美中不足就是 呃 它都是英文对英文的 可能要 要要要要 逼着大家要去看英文了 我就是觉得它的发音特别好 非常清楚 所以 很好 很好 这个 对啊 因为你找老师 有的还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嘛 大家的时间都 都可能会比较忙啊 你就可以抽空 把比如说课文当中 有自己的声词 给它抄下来 然后呢 输进去 我找这个调材的 好 这个目的也是因为 这个是中英文对照嘛 中英文对照能给大家 呃 节省时间 至少是能够起到一个 一个很好的 这么一个帮助 好 谢谢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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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举手 我不知道这个举手怎么样能够 接通还是 大家或者留言都可以 老师 老师 其实本来的意思是美洲 但是呢 在美洲呢 他又分南美洲 和北美洲 在这边呢 加拿大人很 尤其是加拿大的华人 很非常习惯的用 叫北美 北美华人 North America 我可以把这个字敲进去 我可以把这个字敲进去 North America 北美洲 北美洲呢 严格的讲就是加拿大 美国 最多呢 再把墨西哥算进来 这就算是北美洲 可是在整个的南美洲 还是北美洲里 实力 国力最强的是美国 所以这个美国呢 就拿美洲的老大来自居了 所以这个 America America 就成了美国人 自己用的一个词了 比如说他可以说 Welcome to America 来到美国 是吧 其实单独讲美国呢 应该是US US United States 所以呢 这个美国 所以你这个美洲 你就理解成 南美洲 北美洲 就可以了 那是 不是 老师 我是问你是 他这个字上面 美国 那个前面上一课 不是美国吗 说他带美国口音 后面有个N CN 这个地方没有N 就C 我知道了 那个是词性 America是名词 American是形容词 那美国就要用形容词 不是 美国呢 严格地讲 不是用这个词的 美国的词 我给你说一下 这个也是题外话 给你发 我给发到群里面去吧 美国呢 那我们都习惯于 口头语都用简称 叫US US US U.S 就是大写的 这个也是一个常识 很有意思的 就是如果让你说 美国的全称是什么呢 美国的全称 有的叫US 或者叫USA USA 它的全称 我敲到群里面去 这叫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这才是美国的正常的 这么一个全称 全称 就像中国 中国我们的 中国其实只是一个缩写了 中国的全称叫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我们的英语就是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这才是中国的全称 所以 这也是一个专有名词 有全称和简称 所以美国呢 就叫US 或者USA 都可以 都可以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 不是老师 我还是没理解 我的问题是 这个南美洲 这个州 南美洲 这个后面 CA 没有N 对呀 在美国口音上课 说的美国口音 后面有个 不是 不是 American American是形容词 American是形容词 America是名词 它是指的是南美洲 而不是指南美洲的 什么什么 所以你名 就是词性 不要混用了 像上一次你提到的是 美国的口音 它就叫 American accent 不能叫 America accent 不对了 American 就是形容词 就是插一个字母 是吧 插一个字母 对了 讲究的是词性 这是从语法上来讲 那美国人 还不能说 比如说 就说他是美国人 那这是有代恩的 好的 如果是美国人 你可以说是American 这个时候就当做名词来用了 American 对了 这有当名词来用了 这个南美洲就不能代can 不是 不是 南美洲这个太大了 你要问他是哪个国家的人 他是巴西的还是智利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不一定要把地域放小了才行 不能用得这么大 那个 杉老师 杉老师 有什么问题在群里边问吗 本来10分钟 现在还剩5分钟时间 我请我说一下 刚才有一个问了 等了好久了 先回答一个问题 一个呢 是My M-Y My 和 My M-I-M-E 这两个都 这又是语法 这又是语法 这两个语法呢 这个是都是当 所有格 所有格 My呢 指的是我的 我的 后面呢 一定要跟上一个名词 比如说 My book My book 这个My呢 不能够单独用的 不可以单独用的语法上 后面必须跟上一个字 My book My dictionary 我的书 我的字典 后面一定要跟上一个名词的 但是那个My呢 M-I-N-E呢 是表示名词性的所有格 是可以用的 比如说 A friend of mine A friend of mine 就是M-I-N-E M-I-N-E 这其实又已经开始讲语法了 已经开始讲语法了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 不能 不能讲太多的语法 因为讲太多的语法呢 大家的注意力 都会 引到语法上去了 但是现在的 重点的目的 因为都是成年人嘛 已经不能像小学生那个样子 坐在那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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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现在更多的 就对于大家更迫切的呢 就是要脱口而出 完整的句子 你要这个句子 能把它表达出来 你只要是从 你说出去 对方听懂了 你再能说出一句 对方又能交流了 其实这就是 目前大家需要的一个 一个脱口而出 一个功能性的 实用性的 当然了 有些语法的知识呢 碰到了 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 像这一课的重点就是 动词的 现在进行时 动词就是一个 时态 除此之外呢 还遇到了一些名词 还遇到了 形容词形式 还有短语 像刚才那个 by the way by the way 你就记住这句可以了 by the way 就是顺便 怎么怎么样 或者说I'm not sure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有用的 一个口语 I'm not sure 你可以记住了 然后逐渐呢 就越积累越多 越积累越多 这样的话 整个的这个句子 在口语当中的句子 你积累的多了呢 你就敢去和别人去说了 对这是最终的一个目的 当然有问题呢 可以再 对 先先加到微信群里 有什么问题 我们也及时的来给大家解答 大家扫这个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是 进了个英语三群 你就扫这个二维码 这是中心的二维码 这个不是群 是中心的二维码 你扫了以后 你说你要进那个群 那个群是300多 就是将近300人 整个没法拉 没法扫买 只能拿着你进去 你就是 就是加这个微信 加拿大环境 主要付中心找微信 然后你拿进去 你声明一下 你要你进这个群都行吗 进英语三群 是吧 行反正 尽量会 再把时间留的多一点 给大家提问 我本来想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看回放 到中心那边 我给大家操作一下 不到中心网站 到YouTube 我本来操作一下 所以没时间了 如果平时要有问题 可以在我们的 这个Zoom里面 那个留言 就那个Chat 在那里面 敲几个字也可以 也可以 我看到了呢 也会及时给大家来解释的 来回复的 那 老师不今天到点了是吧 好的 谢谢 好 下面这个老师也来了 下面是饮食健康 这六点钟 那中间也没有休息时间 对对对 大家展示去 继续上课 继续上饮食健康 那个吕老师上的 有吕老师 吕欣丽老师给大家讲 那李老师 那您就开始吧 我把这个敲掉 好的 好的 你就开始吧 好 好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屏幕 好的 好的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我们又来到 我们周日六点的 饮食营养的讲座 大家能看到我的屏幕吧 可以看到 好的 好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 其实我们今天的 这个主题呢 是谈我们的蛋白质 因为我们以前 前三次的这个食材的讲座呢 都是讲了我们的蔬菜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觉得 我们的蔬菜呢 饮食方面呢 就一定要加大量 我跟大家的建议呢 就是一顿